这台手机你可能会觉得 它是一台平平无奇的小手机 而且还是山寨机 我有个疑问 这中间的牛 是公牛还是母牛 这旁边两个是牛蹄嘛 增机的重量非常的轻盈 只有77.7克 和小灵通差不多的重量 紫色的外观看来是给女孩子用的 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牛 中间牛眼睛的地方 其实隐藏了一颗摄像头 感觉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可爱 不过它一点都不简单 它是山寨机中的极大成者 山寨机有什么特点呢 双卡双弹 大喇叭 以及山寨软件 这台手机都有啊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山寨机功能 你们可能都忘了 一会儿我给大家展示 OK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个机会 一听到它的声音是挺大的 UI和咱们的键盘映射上了 都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牛 点击菜单 只有9个选项啊 那么要说明一点的是 底下这些快捷键呢 都是可以按的 它是一个触屏 加数字键 两种输入方式啊 滑动解锁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底下的图标 马上就进入了快捷菜单 电话本 好的 那么我们直接进入主菜单 哦 怎么会这设计师啊 就做了前面两个UI 就是在这个图标上 加了两个牛角 太烂了 那么分别是电话本 信息通话中心 设置多媒体娱乐 请你模式工具箱以及网络服务 乍眼一看到是非常的简单 前面几个音乐呢 我们就不看了 直接从多媒体开始 哦 第一个就是照相机 打开相机 给自己拍张照吧 得到了一张5K的照片 哦 清晰度怎么样啊 那么你还可以 发送这个照片 到墙子啊 开机动画或者关机动画 甚至可以通过蓝牙 传送到咱们这个手机上 到咱们手机上 好像就是这个效果 也行啊 感觉也挺清楚的对吧 虽然只有5KB 蓝牙呢 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说这个小手机 麻雀最小 五脏俱全啊 对了 这个时候啊 我需要给你展示一下 刚才我提到的 被你们遗忘的 山寨机的功能 我们只需要打开咱们的音乐播放器 然后 拐灯 拐灯 那么现在请用一个字 来形容这台手机 就是这个RGB灯光啊 俗称叫做跑马灯 现在的这些电脑机箱 也流行这个RGB灯光 是不是它对山寨机的一种传承呢 当然这个RGB灯效 在来电话的时候呢 同样也会响 那除了本地听音乐啊 你还可以直接在线听音乐啊 听到了吗 咱们 是用的这个广播啊 不需要流量 甚至不需要一个天线 直接就可以收台了 那么这个手机还能做点什么呢 上网冲浪可以吗 没问题啊 直接打开咱们的网络服务 即使是2023年的今天 我们web网络 还是可以打开 直接点击个书签 摆渡一下 嘿嘿 看到了没有 它甚至展现出了摆渡的投标 好 我们随便点一下 这个小说能不能看 这个等待时间吧 就稍微有一点点长 还是进去了 你看 逆天皇女 天命娇妻 这一看啊 就是非常nice的小说 甚至还可以搜索 看一个吧 没想到熊猫汉书现在还有呢 直接可以看啊 你看你看你看 嘿嘿嘿 就问你它强不强 OK 那么这个当然也只是它的一个小小功能 那这个时候呢 小伙伴们就会问了 有没有游戏呢 当然也是有的啊 直接打开我们的娱乐 诶 这里啊 除了QQ 还有游戏 点开游戏呢 我们直接来一个麻将 我给您看 继续啊 声音太大了 我把它堵一堵 那 2万 碰2万 好 脸上消除掉了 红装碰红装 诶 也可以啊 有没有很失望 它就只能够玩这些小游戏吗 不是的 直接输入我们的密码 米 井 2 2 0 8 0 7 井 哦 我要冒泡 我们现在进入到冒泡平台 不开启音乐啊 直接打开了马利奥兄弟啊 摩塔马利奥 这个前景的叙事 马利奥跟鲁里 哦 鲁里说这什么传说 一开始呢 后有剧情 我们直接摁跳过就可以了 哦 库巴出现了 哦 变成一个磨塔游戏了 我的天 哦 吃到一个蘑菇 往前走啊 接着吃蘑菇 摩塔呢 就是找钥匙开门 对吧 我们先往下走 这个门能不能过呢 我们看一下啊 往前走 哦 没有钥匙 接着来吃蘑菇吧 每吃一个蘑菇呢 我们都会加经验啊 又加经验了 这个游戏呢 其实是冒号平台的一个游戏啊 只不过这个分辨率有点不对啊 我们手机屏幕太小了 那个是大平板的 那么冒号平台呢 有非常多的游戏啊 那这些软件啊 有些就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啊 我只能自己偷偷玩 那最后在工具箱里面呢 还有一些小功能 比方说这个电子书 也是直接可以进入到书城里 只不过现在服务器已经关了 那么还有像什么日历啊 世界时间啊 可以轻松地掌握 全球各区段的时间 那么还有像查询区号啊 都可以啊 还有锁电筒 哦 就这 也算是不错啊 OK 这差不多就是这款手机的全部了 那么有没有觉得它是山寨机里面 比较全面的一个存在呢 外形呢 也是非常讨喜 小小的一个小牛设计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150块钱收到它呢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 好了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评论点赞关注哦 拜拜